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个聚会 然后是讨论儒家 什么是儒家 我想一般同学们 对儒家的时候 可能都会认为讲道德的 有严格的道德规范的 他是人性的约束者 所以新文化运动以来 一般民众 一般学界 凡儒家的 讨厌儒家的 很多 可是儒家到底是什么 这世界 有三大 文化 由这三大文化所形成的 三大学术 我用大字 主要的原因 也就是 这个大是到今天还活着的 在古老的文化中 到今天 还有高度影响力的 甚至于到今天 还在活生生的 充满生命力的 推着人类向前发展 这三大文化 你们知道是哪三大吗 清华是学科学的 清华的第一届我就来了 那时候我有同学 考进清大 我们就来看 一个新成立的学校 一切以科学为标榜 那么所谓的 科学 也就是 这三大文化中 非常重要的 一个文化的支流 这个文化的支流 是来自于 对客观世界的探索 从对客观世界 它的物质结构 以至于到它的物本质 以至于 构成这个世界的物本质 以成为这个世界的reality 到底是什么 我想在座 很可能有同学们正在学 什么量子 或者什么子子 或者什么粒子 在寻找量子 粒子 质子 然后 希望探索到 构成这个物质宇宙 它的那个永恒不变的 substance 它到底是什么 如此而构成了 人类世界 到今天 在科学文明中 不断的发展 当然也带给人类 科学文明 科技文明 我想这个不用我多说 你们可能特别 比我知道的还多 第二个 第二个 在座可能有很多的同学 虽然在科学中 学习到 极好 然而这个科学 这个物质世界 是怎么产生 而有了宗教性的信仰 而相信了神 所以第二大 的这个文化脉络和支流 是神 是研究 什么是神 什么是创造者 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 他创造的价值跟意义是什么 我们或许说 这是一种神学 这个神学 不单纯只是神灵 那种神秘之学 它是有它的 带着知识性的 它跟科学的知识性 虽然不同 可是 都是知识性的 一种人的探索 第三大 是哲学 是哲学 是吗 有没有赞成 有没有不赞成 哲学是什么 如果哲学当作以狭义的哲学 它是研究物质构成 这个宇宙的本质的学术 所以它是属于物学范围里的 在科学之前 在人类还没有发展出 所谓的科学科技 人类是从 自然哲学中入手 在古希腊 所以它基本上不是 还有一位 文学 好 文学是 从人类情感出发 没错 然而 文学只是 在某一个载体的基础上展现 没有那个载体 没有文学 没有感情 文学不是带着原创性的 以至于 它 在这样的三大文化底下 它还不是 这三大文化中 原创性的 那第三大文化 艺术 同样 艺术的创造跟文学一样 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中 所展现出来的 一种美感 以至于到人审美的完成 我们称之为艺术 它同样的基础 是在这一个和文学 共同的载体上 没有这个载体 没有艺术 数学 是当年在古希腊时代 当人们在探讨这个世界的时候 而后毕大格拉斯提出 一切都在 数的规律底下 人们才可能去建立 一个 以术为真理的主体 然后人们才可以进入到 借着数学进入到 整个物质性的大自然中去 所以如果大家去美国 国会图书馆 你就看到Mathematics 的大柱子上面下 登上天堂的阶梯 我那时候去看到的是这个 还有没有 人类学 是 人类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社会的 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 人 这个主题是在人 这一个知识的对象是人 古希腊从来不以人 作为知识的对象 有关神学的部分 古以色列 古埃及 古印度 他们探讨神 建立神学 他们人只是神所创造 夫属于神 然而把人当作是知识主体 把人当作知识的对象 然后建立了人学 于是 人类有这三大学术 在这三大文化底下 到今天 这三大文化的河流 人滚滚向前 你们今天很幸运 享有 这三大学术 汇流而成的 丰域的平原 在地球上 只是 这个人学 是谁提出来的呢 是哪一个族群 提出来的呢 没有人这个载体 没有文学 没有人这个载体 没有艺术 而专门 从人出发 人就是真理的主体 人就是知识的主题 人即使有丰富的情感 然而 在这人的带着 丰富情感的生命中 有其规律 有其逻辑 他的逻辑是 是生命性逻辑 是心理性逻辑 是情感性逻辑 是生理性逻辑 而后是人的逻辑 它可以涵盖 物理性学术的探索中 也就是哲学 科学的探索中 所谓的物理性逻辑 你们所学的一般逻辑 而这一个创造者 提出以人为主体 知识的主体 知识的主题 有没有人要猜一下 是哪一个族群 为了时间 我就不再问大家了 个别挑出 如果愿意抢着说 我要答案 可以 有没有 没有我就告诉你们 你们的祖先 华夏民族 儒家 就是这一个 建立人学的 学术群体 创造者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 是孔子 所以你们看 有关哲学词典 世界的哲学词典 孔子一定在 前几名的 创造性哲学家中 他 没有被视为 一个单纯的 道德学家 何以如此 孩子们想想看 对不起 我太老了 忍不住 叫你们孩子 青年们想想看 没有人 能知道客观的世界吗 没有人 能探索 神吗 何以人不能成为 一个学术的主体 一个真理的主体 一个知识的主体 我们今天就从这里开始 什么是儒家 不过 我为了 让大家深入 而不要 马上一谈儒家 就陷入到 刻板的 规规矩矩的道德 见了老师说声好 见了同学说声好 这种刻板的 尤其是新文化以来的 刻板的观念里 而直接 从什么是人 开始 我的题目 人的生存基础 作为第一个题目 其实包含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 什么是人 你们说说看 什么是人 第二个 属于人的生命 什么时候开始 第三 什么样的 生命展现 是人的生命 当然 这里头包含 什么是生命 是不是活着就是生命 所以我从 这里开始 人的 生存基础 不可否认 也就是西方 达尔文 所说的人 人是动物 所以从考古 生物学上说 智人今天 能称霸天下 就是因为具有 天赋的竞争力 只是智人的成就 在生物性 动物性上 多了一项 新元素 因为凡是动物 一定是真生存 一出生 你们如果去看 我看了 今天进来 我看到生命 生命管 第二 生命第二 生命学第二管 还是什么 那么大家如果去看 生命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生物 只要 不论多小 一出来 哪怕病毒 它就往活着的 路上去走 它就在真生存 你看那些 小蜘蛛 那些 小螃蟹 那些小海龟 一旦孵化出来 它就立刻 懂得躲藏 以求生存 哪怕是大鱷鱼 一出生 它就会躲到 树丛底下 免得被 自己的长辈们吃掉 所以 生物 一出生 天性上 就是真生存 只是人 跨越了 生物性 动物性 成为智人 也达到了 所有其他 的人种 那么 智人 智人本身之所以 能如此 就在于 它的认识力 超过其他 它会进一步的 探索观察 调整认识的角度 尤其是有能力 转向内部 换句话说 它不像动物 所有的眼光 为了达成生存 都是看外面 专注于外面 风吹草动 而 智人 之所以为智人 它开始可以向内看 因为向内看 它可以 180度的 观察 进而 进而360度的 回转 它对这个世界 的认识 超过 一切动物 甚至于超过 非智人 非智人的人种 因为有能力 转向内部 认识自我 探索自我 观察自我 这构成 智人的 一个新的 重要的 认识 力量 西方 从自然的生物性 动物性 来看 人会向内去观察 不自然 是不自然的 是违反生物性 违反动物性的 但是 竟然 就这么产生了 他们现在 还在研究脑神经 说 为什么会如此 但从人之所以为人来看 人并非是 纯粹的动物 就是因为 人能向内看 还能够环顾四周 所以这是 认知能力 这种认知能力 使得人 不再只是动物 而成为动物 的 另一个支 或者 另外一个发展 它叫做人 脊椎动物科 人 类 人不再是单纯的 生物人 动物人 或者半瘦人 这种认知 使人从大自然中 走出 被支配者的地位 转而成为主动者 进而成为 能动者 及创造者 此后 人能参与 宇宙天地的创造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去 金星 去火星 去月球 去火星 还有文明的建构 甚至于可以参与 自我命运的抉择 这个意思是说 人 从被动 转为主动 不再只受 自然力的支配 所以幸福 不幸福 命运 会不会拨弄我们 你们第一天上课 是白老师来讲 牡丹亭 何以牡丹亭 如此快之人口 除了 那样的演出 那样的美丽 那样的情深 她的美丽 她的情深 的背后是什么 是有深层的思想 她的思想是什么 她的思想就是 人的生命自我觉醒 当那个女孩子 在春天 突然看到 啊 岔子烟红 开始感受到 什么叫做生命 然后她要去追寻 她一定要把自己 活出来 而最大的动力 是爱情 在你们这个年龄 牡丹亭 就是 一个生命觉醒 从爱的追寻中 的生命完成 她有高度的 人生哲学 在里面 而这部 人生哲学中 最重要的 除了生命哲学 女孩子 不论生死 我决定 我发展 我创造 我自身的命运 因此 拥有幸福的人生 人生 不是苦难 我说这个是有特别意义的 在座有没有 虔诚佛教徒 千诚的佛教徒 都知道 不论小圣佛教 不论大圣佛教 或者说 不论原始佛教 不论 不派佛教 或者大圣佛教 一切的基础 在人生 人生的基础 在苦难 四圣体 就是从苦难开始 以求苦难的解脱 基督教 我想在座也有人信 何以要信上帝 唯有上帝 才能拯救我们 才能让我们脱离苦难 所以希腊有悲剧 可是 在青春版牡丹亭 在牡丹亭里 当那个女孩子 似乎 一下子 抓不住自己 所要的爱情 于是她宁可去死 在梅根下死了 实际上 那部戏 很重要的 将来他们来演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 它跟其他戏 西方的戏剧不同 那不是悲剧 那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它用死亡来做象征 也就是说 我全力 从自身的认识 来发展自己 追求我要的理想 跟爱情 所以人生可以不是苦难 人可以有如此的生命大智慧 因为我这是借用佛教说的 佛教说能够不是苦难的 就是有大智慧 就是佛 那么从生理学上说 因为你们是学科学的很多 我们就从科学上说起 智人的脑神经中有着 特有的镜像神经元 可以使人有自我意识 使人认识自己 观察自己 所有的动物中 只有人面对镜子 会说 原来我是这样 所以你们看 几千年前从古埃及 就有一个重要的谚语 我是谁 我将去何处 我来自何处 这就是生命的觉醒 由此可以建立人的主体性 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自我实现 所以你们今天会来清华 会来你们理想学习的场所 目的是什么 自我实现 自我成长 然后自我完成 自我创造 自我完成 由于外向内的激转 是产生大智慧的关键 换言之 人能有自我意识 建立自我主体性 是人拥有大智慧的起点 能如此 才是人 传统中国学术 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人 作为知识的对象 作为建立自我主体性 为学术的最重要的探索和建构 然后如何让这样的人 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起点 也就是真理的主体 大家有问题 就把它记下来 我如果在一般课堂上 说到这里就要开放给同学们 说有问题吗 大家讨论 现在不行 我们要赶快赶课 你们可以记下来 儒家由此展开论述 不是道家 请大家特别注意 不是道家 道家谈的是 在这个主体性建立的各种可能性 必须在了解这种可能性中 去完成人的自我主体的建立 那么人不能不意识到 人存在一个大自然中 那么统称这个大自然 就叫做道 因此叫道家 儒家直接从人出手 所以认为人能自觉 当人能自觉的时候 才是人生命的开始 在座 我想问你们 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 你们这个年龄 是一个关键的重要生命起点 你们有自我意识吗 你们自觉 自己的生命要求吗 你们了解了自己的性格吗 你们的自我的个体性建立了吗 最近因为日本的流行 阿德勒 的一本 人本心理学的阿德勒 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 出版了 又大红起来 就是说 而买的人 喜欢的读者 很多年轻人 什么意思 从日本到台湾 一直于到韩国 年轻人 不敢拒绝 自己不要的 以及 别人所给予的 某些 意见 要求 或者好意 于是 在日本 这本小书 本来是叫做 自卑于超越 后来就改成 有勇气 说不 你们有没有看 有人点头 不敢说 不敢离开群体 基本上 就是自我的主体性 还没有完成的 完成 而论语的第一章 为什么是学二篇 因为它是根据第一章 第一个学二实习之 不以悦乎开始 传统经典 不是胡乱编的 它是有体力的 体是身体的体 力是粒子的力 体力就是生命 的利 四利 生命的四利 一本书的编的 这就是一个人的 成长过程 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它是根据生命逻辑 而衔接 编程的书籍 所以 论语从学二篇开始 是直指生命的自觉 我们通常学习 通常 以为这个学字 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学习 所以这句话就是 我们学习了以后 天天复习 哎呀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你们都是好学生 你们成绩都非常的好 我想请问你们 你们天天做功课 快乐吗 这是不合常情的 不合人性的 在战国 在尔阳 字典里 学着觉也 就是觉醒 自古以来 也一直以觉醒 来作为学习的核心 一直到王阳明 清以后 因为禁止思想的发展 特别强调 学就是学习了 绝而实习之 这个时事时时刻刻 当我们生命觉醒后 我突然意识到 我要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 我要这个 我突然意识到 哎 我怎么有能力 做这件事情了 我原来数学不好 可是我就努力做 努力做 哎呀 我竟然考一百分 我竟然解决 我数学的问题了 习是实践 这个字是会议字 上面是羽毛的雨 象征鸟飞 下面是太阳的日 或者是白天的白 都是象征太空 当你自觉后 不断地学习 时时刻刻地学习 如同鸟飞向了太空 展现你可能的生命力 生命能力 你高不高兴啊 这是个体的建立 这是自我的建立 而什么是自我的建立 使我 真实的那个使我 真我 以及开展出的理想的我 没有真实我 没有真我 不可能有理想的我 当你看到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 有一种生命的喜悦 而后 人的群体性 这是个个体的建立 而人在个体的建立中 人不会走向 完全地封闭 因为来自于群体的生活要求 人天性中 必须活在群体的生活之中 当我们在群体的生活中 开展起来 你快不快乐啊 我们能够跟别人和谐相处 此外 我们能认识人了 我们突然可以看到 他原来要这个 我能了解了 然后 大家和乐地在一起 你乐不乐 竟然在生命的自觉中 当人到了一个高度 人不知 而不孕 人家即使不了解 我不丧失 原有的生命的喜乐 我不会因此而觉得孤独 觉得寂寞 觉得灰心丧气 生梦气 这是真正的独立了 这是一个独立自主的 自我的完成 当能做到这一步 你就是君子了 什么是君子 高度自我 自我生命的自觉者 这是孔子在论语中 提出了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完成 也就是一个个体的完成 如果同学们想要看 再进一步的看看 说你说的合不合理 除了你看古老的注解 你可以看人本心理学 阿德勒 他的个体心理学 所谈的 人个体的建立 决定人这一生的发展 没有真实的个体 没有自我 没有自我 不会有你真正的生命 你的命运一定是被安排的 被操纵的 你无法展现自己活着的价值 你独特的活着的价值 那么也请同学们特别注意到 你看不以悦乎 是疑问词 疑问词 这就是所谓的自觉的教学方式 快不快乐啊 我好多人点头 太好了 真是不愧为轻大 第二 不以悦乎 不以乐乎 最后不以君子乎 这个君子就是不失这个月乐 人当能够 对自身生活的喜爱 对自身生命发展的喜讯 是开心 人有了这份情感 人就有了爱 爱的基础 是来于对自身生命的感受 而好 享受它 因为当你享受它 你才拥有它 你才开始有你自身的生命 第二篇 它是有关联的 第一篇 从学二篇 从生命自觉开始 这一篇贯穿 论语的上篇和下篇 一部论语 基本上 这是最 这就是宗旨 一部论语 就是一个生命自觉的 经典 而第二篇 当人充满了爱 孝 我们通常说 孝是孝顺父母 可是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性 生命的综合性名词 这种说法都太简单 什么是孝 我们感受到自身的生命 哎呀我活着真好 我能读清大 实在太稀奇了 我真是在这个时候 你开始说 哎呀真谢谢爸妈妈 把我生出来 让我活着 还教养我 生我养我 然后还让我进了清大 哎呀妈妈真谢谢你 爸爸真谢谢你 这就叫做孝 孝是对于父母爱的认识与回馈 什么是T 在这种回馈中 在生命的喜悦中 然后有了那份爱的感受 生命的同情 于是 以此与社会相处 弟本来是爱弟弟 爱兄弟 在这里扩大 T字指社会性 与社会 能带着情感的相处 当我们内心充满了爱 充满了生命的关怀 我们喜欢和人对立 对着干 不好犯散 特别强调 我们喜欢跟人对着干 而对着干的 我们最容易 在你们年轻的年龄 最容易反抗的 反抗的年龄 就是长辈 可是当我们充满了爱 对生命有所关怀 即使面对长辈 我们也会跟他 用讨论的方式 有意见的话 而不会对着干 然后不会老怀着 你算什么东西 总是愤愤不平 当一个人 不会总是在愤怒中 一个能爱 能付出爱的 一定是他能够 和自己的遭遇相安 脾气很容易暴躁 他一定不安于 自己的某些状况 那么二号作乱 作乱 隐身全面毁灭 我全面否定 从来不会有 所以作为一个君子 在生命的觉醒中 最重要 是从最根本初开始 当最根本初开始 一个正常的 健康的 带着幸福的生命之道 自然产生 那么充满了爱 小提 就是让我们 一个有着圆满幸福的 开始 这个人子 就是一个圆满的爱 这个圆满的爱 带着觉醒性的爱 因为没有觉醒性的爱 不会有爱 不会有圆满的爱 所以你们希望将来恋爱好 我有一天 问我班上 我还在教课 虽然退休了 但是还在继续教 在台北艺术大学 我问全班 我的班上有七十个人上课 我说 你们没谈过恋爱的请举手 一个都没有 我说 大一也谈过了 谈过了 这个时代 没谈过恋爱 怎么是人呢 我说 到现在 初恋而维持 连大一维持到现在的 请举手 一个也没有 我说都分手了 都分手了 然后他们有一个 就叫起来 因误会而恋爱 因理解而分手 人何以 不容易有圆满的爱 这个问题 我们慢慢再说 所以 我们就先从 对爱的 圆满的爱的检验开始 对爱的圆满的检验 就是看看我们 有没有刻意 期待别人爱我们 我们有没有刻意的 等着人家 对我们好一点 如果有 那么 就是 缺少 这份圆满的爱的 直接的 表征了 所以什么是爱人 什么是爱 什么是人 只约爱人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老师 包括我读到大学了 我读哲学系的 我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 在那个时候说 哎呀 你看看西方的哲学 所探索的 比他格拉斯 在树的建构 泰里斯 在水的探索 哎呀 你看波罗图 提出了一个 理想世界的蓝图 中国人真蠢 你看 孔子只会说 什么是人 人者爱人 谁不懂 我想问你们 这个世界 达成对人的爱 有几个 什么是爱人 很简单 可是 把他从西方哲学的 这份命题拉开 爱人者 达成对人的爱 完成对人的爱 人类历史中 几个达成对人的爱 完成对人的爱 耶稣达成了吗 释迦摩尼达成了吗 我没有说他们没有 但是我提出 要请你们思考 当我们爱人 我们才可能 有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 我们能知人 能真的了解人 什么意思 我们当有真的爱 真要去完成这份爱 我们首先最重要的 莫过于 是能知道他要什么 初恋之所以失败 通常都是我们 将自己主观的渴望 强加在别人身上 或者 对自己所爱的人 强力要求他 作为我们 自我补偿心理的表达 久而久之 大家逃命去 因为如此之想 都做不了真正的自己 那么什么是这份爱 孔子特别强调 我所说的 真理 其实只有一个 真子的解释 两个字 中数 什么意思 中数何以是解释 人的最好的解释呢 注意什么是中 你们应该很熟悉这个字 有没有同学要来回答 什么是中 What is中 晋级 好极了 我请你吃牛肉面 到清大来请你 看你们清大四周 什么牛肉面最好吃 我们就去吃 是 为什么晋级是中 什么是晋级 灵力 镜子 展现出自己来 你敢把自己活出来 你才能认识自己 什么是书 根据对自我的了解 而推想 他也是人 他也有他特有的 然后我们打开了自己的耳朵 能倾听 能理解 对方 如此我们才 把对方包容到我们的心里了 所以那才是人 而如此 才能达成对人的爱 那么什么是书 孔子再进一步说 己所不欲 勿是远 我小的时候 那真的是小的时候了 我小学 我在台南 我从小在台南 在台南 我们的学校 有没有来自台南的 是市中心 市中心的学校 大家还知道是什么学校吗 很有名 我们那时候就是 升学率99% 永福国小 知道吗 这个学校 现在不升学 小提琴很有名 我们的 因为学校小 就在市中心 我们的教室 就在路旁边 小路旁边 那那个时候 哇 基督教的宣传很厉害 总有人骑着三轮车 然后载着喇叭 神爱世人 神将他的独生子 赐予大家 等等等等 我们老师 每次声音很大 经过教室 就会停下来 然后就告诉我们 你看看西方之所以强盛 就因为他们 己之所欲 失之于人 我喜欢的 管你要不要 我就给你 表达我对你的 强烈的爱 我们 一定要这样学习 我们太消极被动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其实 己所不欲 注意这个不欲 两字 不是不要而已 我有不要的 我推想 你一定有不要的 当我有不要的 我不希望别人 加住于我 于是我推想 你有不要的 我也不强加于你 我对你真正的爱 就在于 对你尊重 爱是从尊重开始 所以才是两个字 人 二人 这个字的结构 相互能沟通 相互能 搭配 相互能讨论 然后才有和谐的可能 这才是爱 所以 当我们真开始 懂得人了 懂得自己 懂得别人 懂得人了 这三个层次 懂得自己 懂得别人 懂得人了 我们就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人 是我所喜欢的 真正的 因爱情而带来的幸福 是爱上自己 所喜欢的人 所以牡丹亭 他所追的 他做梦 这都是故事性的 象征性 用故事表达 那是来自于 他内心 真正爱的 一种典型 然后他去追 那自己不喜欢的 是哪一类人 所以 苟自于人 当我们真的去做一种 生命的觉醒 以达成对爱的完成 我们不会去做 饿死 我们不屑于做 所以 充满的爱 充满爱的心 就是达成 圆满的爱 和圆满觉醒的基础 什么是过 过就是躁动 离界冲过头 我们看一个人的躁动 我们大约就知道 他内心的焦虑和渴望 这个人 指他内心的状态 那么怎么去完成呢 怎么去做到呢 我们自己 怎么观自己的过呢 乌日日三醒乌乌生 我们三天 我们一天用三种 用三件事 来做一个reflection 来做一个自我观察 反省就是自我观察 我跟别人做事 我会不会总考虑在利益上 而不付出我的权利 不尽力 如果是如此 自我的个体性还没有见好 我们一切以利益为上 我们最近看最近的病疫 哎呀 欧洲还在发展中 我们看美国 哎呀 美国也还在发展中 他们何以还继续发展 因为他们考虑到 疫苗的价钱 不可以轻易卖给别人 财团的成本必须收回 以至于国与国之间 都相互打着算盘 一切以利益为高 而不是人的生命 以至于美国死了54万多人 法国还在攀高中 德国也还没有消除下去 如此就自然不会尽力 所以这个是看我们的个体性 我们对生命 是不是我们个体性建立后 与人合作 共同创立事业 我们能不能够超越我们的 自身利益的要求 全力以赴 就像台积电 全力以赴的结果 成为台湾的护国深山 你看张周牟先生 有没有说 我绝对不下来 我必须控制 这是护国深山 是我一手创造的 有没有 说下来就下来 我尽完我的权力 而后完成了我阶段性的任务 我离开 那就是有了自我的主体性 我是与我生命的主体 为自己活着最重要的 而不是去寻求外在所谓的利益 与朋友交 在我跟别人交往 注意古人的这个朋友 有他特定性 如果从定义上来看 什么是彭 有着共同生命理想的叫做彭 所以古人说同道约彭 什么是有 注意 跟你们今天的用法不同 同字约有 什么是同字 在生命本身的 理想上完全一致 一个是走在同样的生命道路上 一个是理想一致 就是自己 当我跟这些人 来往的时候 而不敢将自己真实地表达 信 注意 真实地表达 真实 信不只是信用 何以信用 因为它真实 大家读书的时候 要读到 要读到 尤其读原始经典 要读到它的本意里去 我能不能够真实地展现自己呢 船 不习乎 船 就是上课 我看好多同学在做笔记 哪些东西让你们心动 你会不会去实践一下 你们心动于自我的主体性 那你们是不是尝试去建立自我的主体性 如果当你们真的尝试去建立自我主体性 你们在这个时候会一定有一个经验 你们就不会只停留在一种喜好上面 比如吃 只满足于一种喜好 只被一种习惯捆绑 比如吃 居无求 注意这个饱 不是吃饱 是丰美 你们就不会一天当上去找 哎呀 人生唯一的最大的快乐和满足 就是吃的美好 吃的美好不是不好 不过它有限 吃饱了 啊过瘾过瘾 可是等一下又饿了 又要再吃了 可是精神性的开展 心灵的开展 食物求宝 在饮食上就不会贪恋 非美好 非美好的食物不可 在居住上也不会贪恋 非要去住 豪宅不可 同时没有了功利的考量 没有利益的考量 对于事情 只要是自己喜欢的 合理的 就会立刻去做 同时 同时 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 一切以事实为主 不会夸张其言 圣语言 不会夸张 不会用言语来夸张些什么 因为夸张是虚的 不是实的 而后还有最重要 有辩解的能力 就是我们能看到 真正可以 让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就是所谓好学 也是一个好诀 这就是好的生命觉醒 此外 我们不再受限于表面 通常我们恋爱 想要追求漂亮的对方 不论男女 可是漂亮 有时间的局限 就如同现象 一般漂亮的现象 快速过去 我们能不能从现象 看到了本质 不再只停留在现象上 在师父母 我们能够做最好的方式 那是寻求 最好的方式 是寻求智慧 然后我们为社会服务 这个军 古人的军不只是做国军奖 现在都流行做国军奖 不够完整 这个军者群野 它基本意义是群 群体的群 它的基础是社会 没有社会 展现真实的自己 这样说来 即使这个人 还没有正式进学的学习 可是我一定说 他学了 为什么 他绝了 所以仁玉中的学 最基本的 是以绝为前提 而后有学 而后在学上 更进一步有所决 同时也有的时候 他做学术奖 所以这是一个字 多艺 这是传统 在文字上很特有的表现 如此 当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决心 完美的爱 礼仪是居 我们随时心中有着爱 那是人生最美好的 就像基督教也讲 上帝居住在爱中 所以他能够给人 最大的爱 爱是一切 推动这个世界前进的力量 来自于宇宙 的一种创造性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到 要将自己处在一个 充满了爱的状态底下 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智慧 所以在这里 有这样子一种对生命 对社会 对一切的关怀 我们面对着 我们面对着异端 不同于我们的 我们去做研究 这个功请大家注意 不是功极 是研究 是深层的研究 功者治也 治理的治 那么死害也已 如此 所有的妨害都不可能产生 这是要特别请你们注意到的 因为我看了房间 好多东西的解释 好像是攻击对方 大错 然后我们的知识要广博 我们要有一个开放的心灵 不要否定历史 因为人类的历史 是人类的一个进步的足迹 然后其中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们能温故 同时不现立在古老 而能够展望未来 知心 展望未来 如此 这个诗可以隐身做领袖 你就可以成为领袖性的人物了 这个诗就是带领 那个诗原来就是大棋子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 展大棋 带领人前进的人了 你具有高度的创造性 护果神山之所以成为护果神山 你看他们不断地研究 不断地创新 以至于到今天 他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做到 他们可以做到的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至少小小的奈米吧 也因此 在这种觉醒上 我们能面对自己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 自己知道什么 不会自我欺骗 我们不知道什么 以至于人类可知道 与不可知道的部分 与其这个时代 可知道与不可知道的部分 我们不会混乱 我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这才是真正的知 真正的理解 所以孔子说 他绝不随便意扯 这个物就是不要 意是意扯 他绝不随便意扯 乱讲一通 说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 他也不会说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他不会固执己见 他不会指在一个封闭的主观之中 这个我是主观 同时在有这种觉醒中 最重要的展现 即使在穷困的时候 这个约是穷困 我们不会混乱 我们不会因为穷困而毁灭 或者这个穷不穷困 常常是主观的感受 即使我们在某种 不理想 没有达到我理想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乱 我们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当我们成功了 乐事成功 我们也不会放浪行海 我们会清楚知道生命的规律 所以君子寓意 君子的心中 躺荡荡 没有纠结 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没有痛苦 所以重要的 这个时候自我主体性的完成 我们不担心自己没有位置 我们只担心 我们展现什么 其实展现什么就有位置 不换墨几只 我们也不担心 别人不知道自己 在我们的努力的过程中 自然就能展现 使别人看见 我们的特殊处 我们不换人 不几只 我们只担心 我们对人 对社会的理解 有所不足 以至于我们不知道 我们刚站在什么地方 开展我们的新的事业 你看比尔盖茨 当他读到大山 他清清楚楚知道 这个世界应该往哪里走 于是他放弃了学业 我不是鼓励你们放弃学业 他就修学 然后他就出来创业 到今天改变世界 包括脸书在内 他们都清楚知道 这个历史的大区在什么地方 他们不是胡乱的 所以不换人之不己 只换自己 其实自己 能力还不足 也因此 一个高度的生命知觉者 不断地 让自己建立起来 普通人 小人 就是普通人 早是依赖着别人 希望别人帮他完成些什么 到了这个地步 面对生命 没有优据 优据 会阻挡 我们生命的发展 因此 一个足体的建立者 能够不惑 不忧 而且 有生命的勇气 同时开展自己的生活 能够在自己的 生命的 大道上 活在生命的大道上 居于德 根据实践 什么是德 德就是行为能力 一种有利于身的行为能力 有利于身 让人活着更好 有利于身的行为能力 叫做德 根据自己的行为能力 德性 然后 在充满的自我生命觉醒和圆满的 发展中 展现 美的人生 这个意志的是美 美的人生 你们让自己的美感发展了吗 你们扩大了自己的审美心了吗 你们在今天这么美的校园里 你们走出来 有没有看到这是春天 张树的绿芽 掐得出水 当你们能看到周遭的美 看到自己生活在这样美的世界 我想 你们永远 不会离开生命的大道 因为活着真好 如此 一个高度的生命决心者 面对人类 天下就是人类 没有什么东西 非怎么干不可 也没有什么东西 非不可以这么干不可 一切都以人类 的幸福为指标 所以君子不弃 弃被限制 被有限的弃命限制 这是一个自由的人生 能不弃 就是自由 而这就是人 一部论语 就是人主体性 在生活中 怎么去建立 而接下来继承他的 就是孟子 孟子继承孟子 由孟子建立的人学说起 所以孟子说 这种自觉性 和情绪不同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透过自觉 所以差别非常的小 一般老百姓 不会去追求 只有君子保存了 孟子以心 总括人的自我意识 及自觉能力 而孟子进一步的 比孔子进一步的 向前发展的 虽然他是亚圣 可是他不是 没有创造性 今天我们都以为 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个几千年来 就一个孔子 大家都是一些蠢的 连孟子也不过是亚圣 这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历史认知 代代都有创造者 亚圣只是说 原创性在孔子 他继承了 那么君子 以异于人者 就在于他的存心 君子以人存心 以理存心 什么是理 这个要请同学注意了 人 大家知道了 人者 爱人 简单的说 什么是理呢 理者适当的爱 太多的爱 缺乏爱 都是有伤害性的 都是有毒的 做父母的过度溺爱 或者做父母的控制欲太强 其实对孩子们 有伤害的 人者爱人 有理者敬人 也就是对人 个体性的尊重 什么是理 对人个体性的尊重 那么 什么叫做人 孟子进一步的说 就是人 这就是人性 第一个可说 人 这就是人性 不是生物性 是人性 所以人跟人合起来 就是 生命 人的生命大道 也因此 就这个新的作用的发展而说 人有同情心 还有人有修悟心 修悟心什么 自我要求 人有完美的追求心 然后 有恭敬心 对事物 对人 有一种尊重 还有分辨 是与非的 这个心智的作用 也因此 人 义 理 智 都是 作为一个人 超过了生物性 而自然产生的 他是天生 是属于人所特有 主义 人所特有 动物没有 所以 儒家 不论孔子孟子 如果从这个立场谈大尔文的进化论 不是否定大尔文的进化论 而是 大尔文的进化论 是在生物性上谈人 而 儒家 是从人 的前提 谈人 而不再是 动物性 生物性 谈人了 我们平常 忽略了它 是因为我们 没有 反思 这个思就是反省 没有自我意识 所以只要求 就有 不求 不反思 就没有 要麻烦了 好 由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人 没有那份生命的同情 没有自我 完美的追求性 没有持让 因为爱 而自然 推让 没有是非辨别能力 这都还没有达到 人性的开展 注意这个人 是非人 没有达到 人性的开展 不是直接骂 不是人 所以人者 是人心 适当 的抉择 在生命的觉醒中 适当的抉择 那么就是 人路 人生的大道 不走这条路 放弃心 而不自求 放掉我们心 作为一个人 有这个心的 最大的 幸福 那是人类 最悲哀的事 其实 朋友们 你们小朋友们 信宗教 或者社会的人 其实都是在寻找 这颗心 这里举例 当人丢掉了鸡犬 丢掉了什么 都会去找 可是当我们 失去了心 放肆 失去 失去心 而不知道去找回来 那么这是人最大的悲哀 所以学问之道 无他 不论你们学什么 学科学 学什么都可以 其实 其中就是一个 人类生命的大绝 在其中 生命的大绝 在其中 我记得 我跟钱先生 读书的时候 有几次很幸运 遇到了 杨振玲 你先认回台湾 天哪 还好 还好 好 然后他 钱先生问他 因为他不得了 他在物理学校 我想你们比我更知道 他跟哪几个 哪两个人 包括爱因斯坦 建立了一个高峰 要跨越他的高峰 才有再发展的可能性 钱先生就问他 你怎么可能如此 他说我自己想想 我小时候读古书 古书中不断开 要我们开展自己的 决心 开展自己 他说我就在想 我怎么开展自己 怎么开展自己 那我就去拼命地想 他的可能性 我就记得第一次 我听到这种说法 那么 养心就是开展自我意识 自觉能力 所以养心 而养心最好的 就是不要 被所有的欲望所冲刺 儒家不反对欲望 欲望是 如同照底下的那个火 没有他 生命的能量不可能开展 可是你那个火太大了 把整个锅都烧起来了 那也就没办法煮饭了 所以 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欲望 那个火不大 我们就能煮出好饭 所以当一个人火太大了 就不容易有自觉性 我们要讲快一点 那么都是人 军就是都 都是人 为什么会有大人小人之别呢 孟子说 从其大体 我又要问孩子们了 问你们了 什么是大体 大体是捐出去的大体吗 不是 大体是心 当我们开展了我们的心 我们能有自我意识 我们能自觉 我们能认识自己 我们真正懂得自己的喜好 我们就是大人 不然 哎呦肚子饿了 去吃饭 哎呦口渴了 喝水 哎呦明天要考试读书 哎呦不考了 我要去玩 心没有开展 这就是小人 一个普通人 所以 从其大体 或从其小体 怎么会有这个分别呢 只要是 都是人呢 哎 当我们只有感官 而不用思考 不用自觉性 不用自我意识 我们就会被 外在事物 这个物是外在的一切 事物 所引动 我们的一切 都只是与事物的交往 而造成了心思的堵塞 那么 心之观 就是自我觉醒 力气大者 就是大人 所以尽其心 就能够真正的 知道我们 真正的性情所在 我们可以全面 开展自己 存其心 养其心 就是四天 注意这个四天 不是神秘 我们就能将 自己的天性 走向自我实现 走向 自我完成 自我创造 所以在这里 我们就创造了 自己的命运 因此 当我们决心开展后 万物万事之理 全都在心里 我们只要回过头来 去思考 去做 就有创造 想想看 人怎么可能发展 飞机 刀 还有飞弹 等等这一切 不都是在人的心里 在人的脑子里 这一段太棒了 所以一个人的成长 我们从 我们可以 养活我们自己的开始 这就是好的开始 当我们 建立了自己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 主体的完成 在这个真实 主体的完成中 我们 使它更充实 这就是美 完美的发展 当充实 而有了光辉 这一个就叫做大 当大而化之 我们就通了 注意这个圣人的圣字 是通的意思 是通达的意思 它不是你们的以为 哇 那个圣人 它是通达的意思 圣而不可置之 就是神 神就是创造 你就走向创造 那么 最后我们讲 群子 大家都知道 群子心乐 群子不从 孔梦的观点 谈人性 群子强调 人的生物性 动物性 群子强调 人在生物性 动物性的 前提上 仍有自觉的生命性 换句话说 群子弦 孔子梦子 自谈 成为人性的部分 可是人的基本 是从生物性 为基础 人在有限的世界上 人自然会争夺 那你要怎么办 它是从这个地方讲起 所以人之性恶 其善者畏 畏是不是假的 是要靠人为的努力 才能使人 走向了善 所以精之人性 救人之性 这个人之性 救人的生物性 救人的动物性 生而好理 活着就追逐 追逐着 什么是有利于 自己生命的 因此就有争夺 此案就结束了 生有饥饿 顺势 故残贼 神 我们就会去伤害人 就会去不择手段 忠信就没有了 我们生儿 就有五官的需要 于是我们追求 五官的满足 那么我们生活自然走向了混乱 这个隐乱不是讲酒色而已 它指的是我们生活就会失去了规律 然后我们嘴想吃什么 耳朵想听什么 天天忙个不停 那么礼仪也就没了 所以 从人之性 按照人的生物性 动物性 顺这种动物性 动物之情 生物之情 一定有争夺 有争夺就有战争 暴就是战争 所以一定 社会中一定要有司法 要有老师 然后要有法规 然后教人有一定的生命的礼仪 然后才可能有慈善 有纹理 而走向了有秩序的生活 也走向了和平 所以用这个看 人的性恶很清楚 然后走向了善道 是人为的努力 注意这个位置 是人为的努力 那么这个 经人之性恶 必将待司法然后证 所以他特别强调教育 那么 没有司法 人们的行为 一定是不择手段 追求生存 没有礼仪 人的生活 一定是混乱 而没有办法达成和平 所以圣王 古代的创造 通达的生命创造者 就以人性恶 以及人的生物性 人的动物性 偏显而不振 悲乱而不治 所以特别的 就这个部分建立起 礼仪制度 建立起法治 来搅拭人之性情 然后展现于 有秩序的生命之道 所以 而司法在哪里呢 在于文学 什么是文学 也请你们注意 就是人类 文明之学 一切学术 指的是一切学术 包括科学 那么 祷礼仪 这个念祷 然后透过了 适当的生命中的 规矩表现 然后引导人们 都成为有自觉者 如果放任动物性的性情 然后让人任性 那么就会让所有的人 轮成了小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人性本恶 而希望人走向善道 是需要人的努力 为者 也请 循子认为 人性本恶 当由不受恶的限制 在于人有变 这个变就是觉 变是人类急转的关键 变者自觉也 人之所以为人者 何以 一起有变 他同样 所以 鸡而欲食 寒而欲软 劳而欲习 好力而误害 是人之所生有也 大家都一样 哪怕大雨 哪怕夏节 都一样 所以人不只是 两条腿 身体没有毛 重要的我们来看 禽兽虽然有父子 可是他没有父子之情 父子之情 没有家庭 虽然有平度 可是不会谈恋爱 我又忍不住想了一想 要不要说今天春天了 很多同学心里面有没有烧动 是不是希望今天 这个时候谈一个恋爱 你们为什么要恋爱 为什么不像动物一样 走出去 文文 对了 走吧 是不是 不可能 故人道莫不由变 变莫大于分 就是做各种分类 各种分别 分莫大于理 在这个分别中 没有适当更重要的了 而理的完成 最大的在于 一个时代的创造者 圣王 一个时代的创造者 一个时代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的创造者 可是就人类历史 所谓的历史创造者 有那么多人 到底该学谁 他就说 就学最近的 最近谁做到了最好 我们从他开始 他讲的法后王 就是从西州的封建制度开始 那我们今天讲封建 很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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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落伍吗 其实不是 封建是现在逐渐的 这个历史学家 全世界的历史学家 发现封建是人类 在三千年前 连原始时代 最好的政治实验 而最好的政治制度 最近的几篇文章出来了 所以时代在变 我今天就从这个角度 提供你们 而不再是刻板的 以往的想法 是站在人学的立场 去了解 儒家的思想 礼者 生人之所生 人之所学而能 所思而成 是人可以学到的 透过礼 人就能确定 怎么样才是最好的 一种生活 而老师 透过老师 我们就能学到 如何在规矩 什么样的一种 自我的规矩中 建立起自己 有发展性的生命 所以 学 立法也 觉 立法也 它是以学为前提 但是学中一定有绝 它跟儒家所说的不同 儒家强调绝在前 那么在这个学习中 这个生命的觉醒中 是终生的学习 不能停止 增积力久 就能展现出力量 所以学要到死 才能停止 这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 展现自己天心 最好的部分 也建立自我主体心 最好的部分 所以 学从什么地方开始 我们就从读经开始 为什么读经 所以我们注意什么是经 不是要封 要封闭你们的思想 经者生命之永恒的经验 所以今天你们不只读 这些传统的经典 你们也要读世界的经典 你们身在这样一个世界 你们该享受全世界 人类最丰富的智慧财产 不然你们可惜了 你们糟蹋了 尤其在台湾 享有了最好的自由 然后透过了各种科学 你们可以拥有世界最好的经典 都能阅读得到 而你们不读书 你们还是人吗 不是说你们不是人 是说你们怎么还不到达人的层次啊 你糟蹋自己的生命 中乎读理 最终是让自己过最好的生活 那个理最适当 最适当于自己最舒服的生活 所以就意义而言 我就是做个读书人 是就是做个读书人 做个有智慧者 最后成为一个通人 通达者 所以学术有读书人 其意不可虚一庭 为之人也 舍之情受也 要不要讲 大家看 孔子肯定了 人之所以为人 是在于能有自我生命的觉性 并建立自我的主体性 展开自我实现 自我完成 自我创造的可能 这才是人真正的生命 开展与拥有 孟子将孔子的学而实习之 不以乐乎 有朋之远方来 不以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以君子乎的 生命自觉 以心加以概括 建立人之所以为人 就因为有心 的心学 理论 那孟子确定心 就是人的自我意识 是人的自我 内在的生存反省能力 是人性本善 不可动摇的基础 人类社会 由此能从生物性 动物性上升到人性 使人有机会走向和谐 创造高度文明的心理基础 人性本善 是人未来真正的希望 寻止不忽略 人的基本生存 是直接在生物性 动物性 真生存的基础上 然而它也就在这个基础上 更强调出人的自觉性 有变性 因此它针对自觉与有变 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社会的理法建立的重要性 好 人的生命的正道 只有透过历史文化的传承 老师的教导 教育的启发 才能达成 而正向人格的培养 那么是人类的希望 这是寻止的 所以最后说 人之所以能被培养 能从生物性 动物性 提升到人性 这是人类的希望 而这个是 传统中国的学术中 对人所提供 对人类 世界人类 所提供的 一个最大的希望和可能 因为西方是讲人性本恶 西方在人的学术上 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 那么今天就到这边 我在你们提问前 补一句 你们拿生命自觉 拿自我的生命自觉 去读死后 两千多年的中国经典 包括道家 包括佛家 无一不通 这是一把开门的钥匙 打开传统学术的开门钥匙 而且具有高度的创造性 我保证 请问一下新浩师 因为你刚刚讲心学的根本 就是儒家是从心运族去突发 然后是透过心 对这个根本去探论 人类的运族的真理 孟子把它归结到心 对 孟子的五分 那其实 会不会 因为好像每个人的心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有些更客观 或者是更深刻的方法去证明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为什么大家全世界都有大学 为什么全世界都要吃饭 为什么全世界都有艺术创作 这是心的绝对不同 还是心有相通之处 你要的客观是科学的客观 可是科学也只是相对性主观 相对性客观 没有绝对的客观 而我现在要提醒你 你要跨越主客观的限制 到达普遍性的问题上 所谓的客观 就是有没有合乎普遍率 统一力 矛盾力 全世界只要是人 哪怕是原始人 你看他也有他的艺术 他也有他的创造 他也有只要他能做到 他也有他的碗 所以那个心 有差别 因为文化的差异 有个人的差异 可是就在这各异中 在文化的差异中 有共同性 有普遍性 有一致性 有矛盾 所谓的矛盾就是排他的矛盾性 科学的规律好像建立在 这一个前提底下 而哲学 希望你们上升到 科学规律之上 看人类的共同性 看人类的普遍性 我今天的讲课带着革命性 二三集蔡文阳 老师 像刚才之前你随便所讲的 你这样的本身精神 几乎都会说一些 适当就好 可是为什么后葬 这个东西会出现 它是否是后人的一些误解 因为像老师 你之前前面有说过 君子 食宝就行了 但为何又要后葬 什么叫做后葬 就是葬礼要比较后 那是时代的文化的发展 因为这里牵涉到 传统文化当中是尊身的文化 尊身 尊重的尊 生命的身 尊身的文化 在尊身的文化当中 而后再发展到 誓死如四身 我们可以看六七千年前的墓葬 里面的东西虽然有陪葬品 通常是好像一些随身物 顶多领袖 前面有一个像玉符一样 符头的符的 玉符一样的那种 玉放在他的胸前 就代表他是个领导者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那么因为尊身 对生命的尊重 同时在传统后思想中 发展出生死一体 生根死一体 西方生死是绝对的分裂 对不对 所以西方有悲剧 因为面对死亡 哪怕是你有神的血统 然后你在某一种命运的安排下 也非死不可 神都无可奈何 所以西方有悲剧 悲剧的最大的根本的促成 就是人有死亡 会有死亡 可是在尊身的这个文化系统中 发展出来的 是生与死是一体 死只是生命的部分 没有死亡 没有完整的生命 所以论语孔子说 子路问死 孔子说 不知生焉知死 这什么意思 你没有好好的活出来 对生命本身有了了解 你不可能知道死亡的意义 那么在这种情意下 而后 似死 怎么讲 似死 似死 如似生 也因此逐渐发展 因为对死者的同情 和爱 和留念 等等 这是来自于人的 我们无法教 所有的人都提升到 一个高度的觉醒上 也因此 就后葬 希望为他死后 做预备 也就是他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 他仍然可以充分享有 似死 似奉死者 就对待死者 如同活着的照顾 如此而发展出 后葬之风 那我想要问老师就是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也读过很多老师 今天有剑造的经典 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解释的方式是 我已经带有一种就是我觉得 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研读这样子的经典 大概大部分都是说 可能我要从他的秩序之中去钻研 他想要传达给我的意义 那我想要 请问老师是什么样的气息 让老师 想到这样子的角度去诚实经典 说起来相对于亲以来的解释 我这个很有革命性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解释 我带着强大的革命性 实际上我这个是很传统的 这是前先生教的 前先生教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第一句话说什么是学 查尔雅 然后学者诀言 人有生命的觉醒 而后方有生命主动的可能 实习生命主动的可能 他就他他他他他 教了三教了三段话 然后告诉我们 前面五章 就是一部论语的终止 讲生命的觉醒 开转出人自我的创造性 我是从他那里来 那么是不是只有他讲 大约是可以说只有他讲 但他的学生 在师大教文字学的 不知道在 你们的老师也都太年轻了 有一位老先生叫鲁石仙先生 他讲学 诀言 从甲骨文说起 现在有人讲文字学的 讲到说 学之所以做诀 因为它上面的那个是脑的象形 可是现在有文字学 包括大陆台湾也有 就是说那不是脑 那旁边是两只手 同学们注意 就是你们写的那个学 旁边是两只手 然后中间是摇 在普卦 那讲的是普卦 可是我也请同学们用脑子 当然能普卦 那是普卦的时候 那是绝 还是学 所以前先生告诉我们 你们今天要从发声学 你们不是西化吗 你们要从发声学 追本求援 所以我这些 跟你们报告的 提供你们在一个新时代 21世纪 新时代 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观点 不是新观点 是更高的观点 来俯瞰 来俯瞰 人类的学术 你们该从这个角度 而后 当然 你们要小心 读博士还是根据老师们的意思 可是往后 你们的未来 能不能提出新的 具有创造性 带着人类往前走 又不是传统的 温固而自信的线索 我刚才说 鲁世仙先生也这么说 还有一位 爱心觉罗欲云 也这么说 三人成群 爱心觉罗欲云 没上过大学 他只有中学毕业 皇家实习所 因为他是清皇室 鲁先生也没上过大学 他只有初中学历 他是自修而成 然后去北大上课 他们 钱先生也 没上过大学 他们都在传统的学术中 然后成长的传统学术 我是跟他们 他们三个都是我的老师 我是从这里学到的 所以才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就是刚刚老师在讲那个前面讲到说 就是当你对爱有期待或是希望被偏爱的时候 好像就是偏离人就是有点偏离人爱的这个人了 或是所谓的君子 那我想要问说就是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期待 内心有这样的期待或是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做到对于爱或是对于被偏爱这个有可以很勇敢的就是觉得自己不需要的话 那这样子的情感是爱吗 是真的爱吗 至少不会是假的爱 我是用负面来跟你回答 第一个 第二个 心灵是要逐渐成长的 人的成长中 在生命的活动里 会有很多挫折的 人在生物性的生命成长中 因为在要争取生存的全面的保障 所以我们很容易受伤 所以每个人的成长 基本上他的心灵都有很多的坑坑巴巴的创统 我们透过自觉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它疗愈修复起来 然后当你不再依赖 当你心中开始有爱有自信 因为爱而有自信 而你愿意付出 那么至少 你就不会停留在虚幻的爱中 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多的人恋爱了半天 结果他们会说 哎呀 恋爱都是假的 人可以真的有爱吗 那就是因为实际上 他没有修复他的内在 中在成长过程中很多的挫折 所以我才 我有一本书提供你们 或者做个参考 人本心理学弗洛姆 大心理学家弗洛姆写的《爱的艺术》 还有是不是索罗金 美国的心理学家 谈爱的哲学吧 他们都从如何修复自己成长中 当然有的人没有受那么多伤 或者有的人没有受伤 就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那么比如你们小的时候 有没有跟过爸爸妈妈 或者过年 或者去原始传统菜畅 人很拥挤 然后妈妈这个时候 正在牵着你的手 因为怕走失 可是突然想到 还有更小的弟弟 那爸爸还想到 还有更小的妹妹 于是妈妈去牵弟弟 爸爸去抱妹妹 然后让你自己一个人走 这个是受伤的 你会一直觉得 自己没有充分被爸爸妈妈爱 爸爸妈妈只注意到 弟弟和妹妹 有的时候我们是弟弟和妹妹 看到哥哥 他就像颗大鼠 我们就自卑了 有的时候看到弟弟那么高 哥哥就自卑了 有的时候看到姐姐成绩好 自己也自卑了 人很脆弱 在真生存的前提里是脆弱 人的不幸福 也就是只停留在 生物性的基础上 人刮出生物性 建立展现生命性 也就是自觉性 这是幸福的宝丹 祝福乐